当然疫情也重创了全球的体育赛事 美国职棒传出洋机队有一名小联盟的球员 他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目前洋机队春训的基地已经关闭了 美国职棒的开幕战恐怕会延后到5月份 而另外NBA依旧是持续的停散 第一位感染武汉肺炎的球员哥贝尔 他也自己拍影片跟大家报平安 NBA法国中锋狗贝尔对着镜头向大家报平安 这是他感染武汉肺炎之后首次露脸 他还确定感染之前接受访问 还用轻视的态度触摸麦克风和桌子 如今自食恶果 狗贝尔也在影片中向大家认错 我只是想要记得你们 要继续洗手机和水 狗贝尔还捐出了50万美金 相当于1500万台币当作防疫基金 不过肺炎疫情已经重创了 全球体育赛事 我对我来说 我不想要准备了几个星期 回复 但是我并不想要阶段的阶段 这些人都会努力 洋机队的球员不希望严赛 但是也由不得球员做主 因为洋机队小联盟的球员 也传出染病的消息 目前洋机队的春训基地已经关闭 美国职棒预计将延期 两个月到五月开打 这将是史上最晚的开幕战 画面中进球 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 西班牙足球联赛的瓦伦西亚队 这一队非常惨 目前已经有三名球员 两名职员罹患了武汉肺炎 几乎全队沦陷 目前欧洲五大足球联赛 都已经暂停赛事 不过巴西联赛却没停 球员为了抗议巴西足协 他们竟然戴着口罩进场 最后还手举标语 希望巴西足协能够重视球员的健康 观众计划预测中心在台北报道